我們都要不吃 好,謝謝主席 所以我想先請這個司部長 好,請司研部長 你好 部長,昨天在教育跟經濟聯繫 審查這個非核家園推動法 明定2025年 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 針對本黨所提出的 非核家園推動法的版本 能不能作為經濟部努力的一個 達成非核家園的一個政策的目標 跟努力的方向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非核家園的大方向已經定在環境基本法 那這個時間點呢 其實問題就是在做法跟時間點的問題 那基本上 目前政府經過充分考慮 決策很清楚 就叫做穩健檢核 對,那時間點可能 那時間點的話就是剛剛講的 核一核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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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講下去 所以在努力的目標就不明確啊 因為這邊有三個條件要符合嘛 一個是希望不會限電 希望不會價格高漲電價 希望能夠保持全球的這個節能減淡的承諾 部長到目前為止 那我瞭解到目前為止 經濟部推動非核家園做了哪群努力 我們現在就是剛才講的 比如穩健檢核 我們就主張 願你同意的一二三就是 主義的年限會不會在延長 就不在延長啊 就主義 他時間到就不會在延長 不在延長 就叫主義啊 另外這個核四大家今天在討論 很多地雷 任何一個地雷如果引爆 都會引起這個全面性的核災害 那是有兩千三百萬人民 也許靈果都會受到共同的影響 所以核四有沒有可能變成核子武器 或者核子彈 我跟委員報告 就核四會變成核武 那個核子電廠核電 絕對不是核武 他整個設計 一個地雷引爆 都會引起致命性 全面性的 沒有辦法收拾 沒有辦法控制的核災害啊 那就變成核武啊 核電絕對不是核武 所以全世界 那有沒有可能變成核武 有沒有變成超大型的核子彈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從可能性 從科學角度 不可能 所以你不可能就變成說 你的意思就是安全物語了 核電畫個叉叉 絕對不是核武 所以全世界有反核武的 做 那是最理想的狀態嘛 有很多 這是常態 有意外 有很多不控制的面向 這不是你們可以去 在這邊承諾的嘛 沒有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爆炸 產生核武的傷害 對政府失去的這個信任 人民跟政府產生信任的危機嘛 所以 因為信貸關係已經徹底的瓦解 所以你們在這裡所說的 你們在這裡做的 都沒有辦法讓人民覺得安心嘛 所以希望委員先了解 幫我們講一些話 核四不等於核 我沒有幫你們說話嘛 因為 你們所做所做都會 都會讓人家覺得很失望 如果 你們做得讓人家安心 為什麼 一天到晚會請你們來這邊來備詢呢 就是你們做得不夠好 要檢討的空間很多啊 我們做委員的檢討 我們樂意檢討啊 但是謝謝委員跟我們講這個機會 你檢討之後 你要有自己的作為來改善嘛 所以很多人說 那核四就會變成核武嘛 絕對不是 那你絕對不是 你不是你試煙翔 是不想說的算嘛 那我 萬一你變成核武 你不是你下台 不是你負責耶 常識很多人不相信 常識很多人不相信 那我很難難處理 但是呢 核電絕對不是 核四啊 面臨的災害不只是 這個地震海嘯的自然災害 當然 還有可能是官僚災害 當然有可能 對吧 所以是復核型的嘛 你這個先天的這個 地震海嘯的自然災害 加上後天的這個官僚的災害 這是一種複合性的災害嘛 特別在核四這個例子來看 我們讓我們覺得 整個過程當相當的憂心嘛 包括是不是在這個 這個斷層代上已經很明確的 就有這個日本的專家學者 都已經很明確指出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日本專家學者很多種啦 那麼中間很多的爭論 我想不再重複 但是再跟文家講一次 核四的整個基座 是安穩在整個基盤上面的 它是打到26公尺的 深的基盤去見出來的 所以你認為說 這個沒有斷層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斷層的問題 剛剛提案為什麼 還要要求你們做斷層海嘯的這個 就是我有這個需要 我們就來配合做 再重新做一次啊 這個很多學者專家齁 是啊 我想他們專業制 可能比市部長來得更專業的 當然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像海嘯的高度 地震 這都不是我生意想做的 你覺得現在耐真係數 多少專家做的 你覺得現在耐真係數是多少 核四 多少 0.4G 0.4G 你覺得這樣夠不夠 0.4G 這基盤 0.4G 這樣夠不夠 因為從各種 部長核力量是幾G 部長你都不知道 我不曉得抱歉 0.6G啊 我不知道 0.6G 他都 湖島電場發生的事情 不是因為地震啊 當然是海嘯嘛 這是完全不複合性的嘛 當你這個地震大謀 我對他自動停機嘛 所以 我認為日本0.6G的湖島 都 面臨到那麼大的這個危險 但是它不是因為地震造成的 那我們0.4G真的是可以 可以抵抗地震海嘯氣息嗎 它不是因為地震 地震本身對它沒有影響的 是地震之後引發的海嘯 造成的危機 是這樣來的 我覺得你們都這個沒有 遛敵這個 料敵從寬 遛敵從嚴 你們是剛好相反的 沒有我們是這樣做的啊 讓我們覺得這個 你們所作所為啊 就有點在報喜不報憂 沒有沒有沒有 我想請教這個 在場專家學者的一些針對 在地層帶的看法 已經很多專家學者都在研究出一個很明確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核氏的確受到斷層的威脅嘛 這尤其你當然要為你的政策辯護啦 所以我想邀請台大資訊系這個高成高教授 謝謝 針對這個核氏 高教授請 在斷層帶的這個問題啊 我想請教一個高教授 是不是高教授就您的專業 來給我們一些的這個說明 謝謝委員喔 我是資訊喔 資訊當然不是地址的專業 但是資訊是會找很多資訊的專業喔 舉個例子來講喔 在經濟部能委會能源結約第49期 2003年6月技術報導裡面 就有這樣的一個圖 這樣的一個報導以及這個圖 換句話講就是在核氏的第一號機組跟第二號機組中間有一條斷層 這個是一位地質博士周瑞敦先生 周瑞敦曾經是中油的探勘處的處長 他我前幾天還去找過他 上禮拜四他也在台北市律師公會演講 雖然演講的題目不是直接這個 他是講再生能源 講台灣在核電廠下面 找地熱的可能性 但是他非常確定 非常確定核氏裡面有斷層 所以我會建議 在成立委員會的時候也請周瑞敦先生 在委員會裡面 調查的委員會裡面 謝謝 謝謝高教授 接著再請這個市部長 好 請部長 部長 我想剛剛高教授的一些說法說明 我想已經很清楚 我聽到了 核氏就是在斷層中 我聽到了 另外我們原子能委員會 但是我跟委員報告 我還是跟委員報告 他是在二十六公里底下的基盤 所以那是一個很大的基盤 多大我是沒看過 因為那已經挖在裡面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你報喜不報憂 沒有沒有沒有 料敵從寬 我跟委員報告 料敵從嚴 預理從寬 今天就不會有這麼多的爭議在那邊 所以台電也不會 不是因為你報喜不報憂 我們才很憂鬱的在這邊 台電才會很負責任提出18個工項出來 去做檢討做改進 那我就沒有所謂 不然你等一下 我再請這個主委 蔡主委 蔡主委 好主委 部長你先留下 這個主委 原子能委員會的組織法裡面規定 這個原子能委員會議 大概什麼時候召開一次 多久召開一次 是原則上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召開一次 這是法定的 這不叫法 這是我們的那個 原子能委員會的委員 每個月都要召開會議 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施言祥 市部長 也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會議 一次都沒有 在我 到原人會 對啊 就代表說 市部長 你是不是就默示核案問題啊 如果你重視核案問題 你就應該親自去參加嘛 這是法定規定的委員會議啊 每個月召開啊 定期來檢討這個核案的問題啊 核案管制的問題啊 那很多核案管制的問題都是出現在這個台電或者經濟部嘛 所以部長你的末世啊 你都不在乎啊 所以你沒有一次都參加過嘛 一次都沒有啊 代表說你沒有關係嗎 不不不 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都會找專業的代表去參加這個會 那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我會看他的議題啊 看他的議題 因為每次都會通都有議題列進去 我沒有 你一次都沒有參加過啊 是 如果說啊你這個幾次缺席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接受 你一次都沒有參加過 就代表說你主管今天很默示這個核案問題嗎 經濟部 含量方面很廣 很多單位都有 你不至於離譜到一次都沒有參加過啊 但是呢 我跟委員報告 經濟部有很多的專案會議 內部呢就有很多專案小組會議 我自己主持了好多 有關核案的事情 是有輕重緩急的齁 這是致密性的問題的 當然我了解 這影響國家未來生存發展 這個了解 所以你都忽視 沒有護士啊 你如果沒有護士 你如果沒有護士 你為什麼一次都沒有參加過 經濟部就 內部就很多要處理這個事情啊 我們自己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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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會離譜到一次都沒參加過 部長 我們自己不會說是 那麼啦 在報告給台電之前 報告給聯會之前 我們自己內部不做處理不可能的事情啊 你今天參加 這個主委才會更有壓力 主委看到你不來 他就是隨便開一開 沒有沒有沒有 他很盡責的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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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